你 哈喽大家好我是平民百姓 这个现在为大家要这个我先把这个关掉哈 大家这个示范的关卡是 祖墨之暗 我不知道是祖墨还是祖眉啊 不管 应该是墨 明界的帝王地狱解冻 第一次打 对大家都是第一次打 我这个刚刚还在刷肥 这个我要使用的是 这对 这个是 奇怪 为什么我现在 在我的 Notebook上还没看到这个画面出来 我给它reset一下哈 重置一下 有了 哎呀我标题忘记改了 好那不重要没关系 这个有点声音我要把声音切小声一点 不然我会有echo 不然会有 不然会 不然然后一直有echo 好 现在为大家这个 示范一下 看看 示范怎么样 吃石头会比较好 这个基本上 我在玩的部分 不是什么伸转猪啦 伸转猪的部分可能就是要切别台 不要急着切 好不好 不要急着切 至少先看我怎么吃石 是不是 看我吃了几颗这样 再来考虑要怎么打 大部分人 可能会打cd1吧 可能但是我会打cd2的 因为我预计第一下应该是kbush 四百千万十万 一下就开始了 very good 下手太重了 这时候就用我们的简易叠出法 好吧 不要天降 非常好 这个目前是小心 小心什么 不要把它卡死 卡死我就 就要吃死啦 没错刚刚是我在叫不是怪物在叫 好 第二关 虽然说不小心把它卡死 我们还是要继续的这个跟它 拼搏打斗 嗯 嗯 怎么这么厉害 十八 其实还好啦 没有不比 不比 保佑一下 应该不是问题 问题是 我怕我稀还没骑到就能打到后面的关卡 呜 我 我刚刚是故意 不消火珠的 当然因为可以说我是手餐 无所谓 不要断心就好 不要断心 有波比不要断心就没有问题 问题是我的CD 等一下我看一下后面的关卡 CD还没骑到这样 进去关卡会很惨 断心呢 我相信有玩家已经看到我这样玩的时候就已经 好像蛮好打的感觉 不过还没打到后面不晓得啦 这个我不敢下太大的订队 不怕打死它 不怕打不死啦 是怕打太快啦 现在没有裤子头 所以我还是先不用波比 哎哟喂 我再看一下 刚刚下一关是CD几 CD4 哎呀 可以撑可以撑 哎哟 有点痛的感觉 稍微补多一点点 卡我实在很不想转下去 因为我怕它会死掉 跳起来了 我们的三太子可以出群 不是CD4吗 或许 是2吗 好吧我这个这边注迹一下 进场2 2 可能随机 好吧 嗯 嗯 两次 所以 呃我现在 这个 还要下一关 下关没问题啦 只是我还没处击 我滤一下猪好了 反正我杀不死我应该 也是要GG啦 好 怎么会录太多啦 人家整片全部都没了 好那我Tier有那个 加成 所以Tier我应该会 左边串5颗 当然技术上要串得到才算5颗 没穿到就不算了 我靠真的还没穿到 哎呀 不小心 哎呦喂 哎呀 68万 嗯 当然这时候看到CD4是没错的 所以我硬去不好 进场CD2是这样 好再一次吧 什么 既然我们有网友达达 碰到CD5跟CD4的 好再来一次好吧 点错了 好最好是第一关的时候能够把CD洗到 好我刚试一下是两串嘛 两串就去掉一只了 大家好 我是平平百姓 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 这个是 组末之安 为什么要再讲一次呢 因为我修片的时候比较好修 这次可以打这一只 那个星珠要留下 看起来我打他好像蛮痛的 下手不要太壮啦各位 三钢坡应该OK啦 喔喔喔喔喔 不小心天降 喔耶 这个因为北欧加成会有点危险的 天降三颗 不要 不要 好可怕的天降 5 交错一下 我怎么觉得这一关比下一关还更可怕的感觉 好我们来计算一下 15970 15970 乘上0.4 6388 真的耶 那我们去下一关好不好 啊不呀 CD1耶那不一样 好吧那就随缘吧 我 天降就给他天降了啦 这不是天降这是我自己没做好 这边的话因为我要处技所以 我决定这样弄好了 不要做高combo 我们就是这个这个我在行 做低combo这个我最在行 好这样就可以处到我要的技能 好没心住了要小心哦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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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到第二關了 要跟關卡資訊跟大家update一下 做低COMBO 這個我是一流的 會不會天降呢 看起來好像是會 不要死 嚇死我 這時候我們就先做了 在做什麼呢 消到了 沒有做好 做下一關要跳著豬啊 好 可以繼續了 very good very good 好 武漢二這樣才像 這樣有像樣嗎 好像差不多了 技能我都除起來了 基本上可以直接開了 嗯 我思考一下齁 好吧 反正怎麼思考 轉子都跟小的不太一樣 好 好像不太妙的感覺 好像不太妙的感覺 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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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 哈 爆不死 爆不死是不是 沒關係 咱們跟他拚了好不好 咱們跟他拚了好不好 他不死我就死了好不好 他不死我就死了好不好 主事客應該就夠了 主事客應該就夠了 要慢速轉速有沒有 該丟的技能還是要丟啦 為什麼我選擇丟呢 因為這個 背負五福這邊可以讓我儲一下技齁 首先要注意一點的就是 沒有滿技的人就是會吃石頭 是有原因的 有些神手他們之所以打得順 打得妙 打得呱呱叫 是因為滿技 這很重要 我沒有滿技 所以石頭 該吃的還是要吃一下 我們先釘一下豬出來 看一下下一關是 這一關 下一關是問號豬嘛 所以要用 超強的記憶體 記住你現在的卡牌有沒有 雖然說我還是記不太足 我看一下齁 等一下我看一下攻擊力 五千九而已 還OK 五千九 恩應該是OK 那就是 大概好不好 大概記一下位置就好了 所以說大概 我真的是記不太足 開火油 第一次有記到就開火油 這時候只要記你的新豬就好了 掉落 這個好這個好 這個我把他 掉落這是好處理的啊 等一下 我以為是全反問號豬 這邊幫大家更新一下 掉落 這大幅度嗎 超大幅 超大幅 超大幅度 掉落問號豬 有多大呢 我們試一下就知道他有多大了 他也沒有比我的大 好吧 這個 柱子這麼大就是那麼大嘛 還能多大呢 有人在旁邊偷笑 怪我說豬子啊 這個好處理的啊 這個 遇到這隻洗技能的好料了 記得要替自己流星啊 就是那個 是吳宗憲唱的那個嗎 你這樣才能流出你的惡心 是不是 這個舒服 打回個人的舒服 只要記得你的新珠 要稍微留一下 唉唷 換你新珠了 斜轉 不敗 新珠哪出 發亮 有時候不能太得意 會忘形 看到那個問號珠 其實我是蠻懶得點它的 代表它不是光珠 對 代表它不是光珠 因為只有光珠可以試得出來 好 靠Bobby的塔 超強回主力 這個真是 就是 我愛Bobby Bobby愛我 就讓Bobby惡民見其友誼的橋梁 還是我愛紅娘 我不會亂倒 所以會亂衝 幫它加強威力一下 好 看來有人 這個 看到這樣的一個組隊 就覺得說 過關應該是希望很大的 所以剛才放技是沒有錯的 是放技 不是放氣喔 差多少喔 那個星珠要留一下 好多星珠喔 現在是要火珠 不是要星珠了 因為我要變它 超大幅度其實還OK啦 不要太誇張 我本來以為是全版的 全版我真的是酷酷了這樣 好 下一關 每回合造成20%傷害 這時候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盡量留心珠 我是覺得我在這一關 吃石頭機率比較大 是這一關啦 因為9000多還蠻痛的 只要不卡星應該是沒有問題 應該是沒有問題 看它這樣子轉出速度有沒有 如果我可以通關 你們就可以通關 對吧 你看它轉成這樣 對不對 是不是 轉成這樣 也可以通關 對不對 對 沒錯 轉成這樣也可以通關 代表你們也可以通關 不要卡星 心上炭停掉 不要卡星 不要卡星 我死了 各位 非常好 一顆 為了避免浪費大家的時間 我們就吃下去了 好不好 應該 以各位的實力 零食應該是 是不是 應該是沒問題的 我也懶得再衝打 因為我不太習慣拍所謂的 那個零食通關的 那個 橋段 以為 一直打 是很花時間的 是不是 好 打尾王 50%中毒 這個 直接開下去就不囉嗦了 好 給它修巴掌一下 這時候 有兩種打法 一種是壓血 另外一種是兩波 然後 我們為大家示範的是 兩波流 好不好 我們為大家示範兩波 還蠻硬的 比較少人用兩波流 比較少人用兩波流 我是覺得兩波一波都可以 反正它都是要GG的 所以無所謂 基本上 應該算了 就這樣就好了 它會GG就好了 好不好 我們不要太強求 好 goodbye 去 大家看到這個打法 應該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波比應該是蠻好打的 我打得過 你們一定也可以打得過 平民轉租嘛 3到5C而已 以上這個 我剛忘記開尾王的那個 說明 不好意思 補充一下 以上這個 還算蠻簡單的一個打法 給大家參考看看 應該臨時 用 1.5倍回復的隊伍 我相信應該問題 不是很大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1.5倍就夠了 不用兩隻 兩隻1.5倍 以上這個 關卡示範 給大家參考 很可惜 一顆石頭 大家應該可以臨時 好不好 謝謝大家觀賞 掰掰 自己拍掌聲有沒有 多了一點掌聲 不要在那邊玩 謝謝各位 掰掰